請陳志偉 政經教育所 學董事長 來我之所以請兩位 我想兩位都是金融專家 我想相同的問題 請兩位表達意見 就關於剛才委員提到 有關於今年減之潮 減了三千多億 這裡面我們看看細項來看的話 有些說我減資 因為不需要有這麼多資金 我沒有投資計畫 還給股東 我覺得fine 可是有些公司一減減百分之九十七 剩三趴這個東西 沒有問題嗎 我覺得他不是一個正常的 不僅僅不能用正常的理財行為 一句話就講過了 我覺得老百姓沒辦法接受這樣講 這都是正常的啦 所以是不是先請陳主委 減資的通通是正常嗎 你們都能夠接受一些 一減減九十七 他而且一減就是什麼 逆補過去的虧損 然後通通減掉了 剩百分之三的資本額在裡面 這樣子難道你們不需要查一下嗎 這個因為我剛剛講的是說 如果他進行虧損 他為了引進新的資金 那你如果說禁止第一面額的話 美股第一面額的話 其實對資金的引進是有困難嘛 因為我們發現辛苦是不能第一面額的 所以他必須減資 然後才能夠辦理真資 這是整個商業的習慣 那我剛剛也不排除說 如果有任何這個可能異常的情況的話 那當然我們可以進去了解 那最重要其實是資訊的透明度 正常我剛剛講的正常嘛 我今天如果是發現金的 我是因為資本太多了 資金太多了 我們一定要去檢調 讓老百姓 讓這個股民就拿走了 這個正常嘛 這本來就正常嘛 那你剛剛講 擬補虧損這個也正常 可是 他的擬補虧損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利益輸送 有沒有無鬼搬運 你要不要對一些特案 就是怎麼會把資本全部剪光了 可以全部倒閉了嘛 這個東西 97減掉你還剩多少呢 我是不了解啦 這個這個薛董事長 你要不要講談一下 從實務上來講 這個這樣子 這樣會正常嗎 就是說 一減減97 百分97 會正常嗎 那個減資要減多少 我想 可能還要看幾個情況 第一個就是 他為了要改善他的財務結構 財務結構的壓力 可能來自於他的貸款 那麼另外一個的話呢 他透過減資 他當然是要辦理 增資 那麼這個增資 這個增資 還有一個他辦理減資的時候呢 那麼他透過合幣 也是一個解決的這個方法 不是我請問你 如果減了這樣子 減 減全部減掉 這公司可以下市了嘛 因為 97減掉了 這個 我是不了解 所以就是說我們以常理判斷喔 一減減97 難道 難道你們都不會有一點點的稍微把它 欸 怎麼這樣 會不會 因為今天討論證交吧 我們原來的剛才主席 我們主委 有提到了 15 157之1 171 我們下個會期要提出來 一併來審查啦 那有關155啊 涉嫌這個炒作的東西啊 我們擔心這個啊 會不會炒作啊 對 跟那個 委員這個報告啊 那個 減到這個3%的時候啊 實際上跟破產沒有太大 就破產了嘛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啊 在這一次的這個減資潮 還沒有公開之前 實際上我們證券交易所 已經針對那些大額的那個減資的公司 我們去了解他們過去的營運的狀況 他們跟銀行貸款的情形 還有一個他們辦理減資之後 他們要採取哪些的這個 這個 這個措施 我們都已經在主案的在 我們了解正常是減資又增資 對對對 合理改善資金結構 fine 可是剩13% 我們聽很清楚嘛 我們事實上 來講的話 這個這個剩一半也就是要下來了嘛 都很清楚嘛 就幾乎等於破產了嘛 這種情況之下 對不對 我是 很擔心啦 他會不會所謂的炒作 因為減資下來 資本也少了吧 賺一點點 他的所謂 所謂本利比就很漂亮嘛 對不對 然後就用這個來炒作股票啊 涉及到一與五的問題啊 那個 那個委員的那個提議 其實我們都注意到了 如果是他減資到最後剩3% 我們會特別注意 他股價有沒有 因為他的這個 所謂他的這個風險啊 或者說他的這個意圖是什麼 他可以講我剩3% 然後說我要引進 拭目擊輕 哇大利多啊 引進路吃 然後噗噗噗噗噗噗 股價炒起來了 這個的話 我們會追蹤 我們會追蹤 這個誰在後面買賣這個股票 蛤 目前都沒有問題 這個有觸法之下 好 再請到陳主委 你要不要 這種你們要不要特別 剛才證監所已經講了 他們已經在注意了 金融會的立場有沒有去注意 他有沒有涉嫌 這個違反一五條的東西啊 是是是 對這個特別的 異常的情況 我們本來就會去注意 我剛才也報告過 我們會這個 我們那個主管單位的話 他們會加強來注意這方面的問題 好 另外一個 我想我想請教這個陳主委 這個問題回答 你就可以回去休息 我要再請教一些董事長 EGFA 雖然你昨天也稍微提一點 但是 老實講我沒有那麼 滿意 你昨天對其他委員的回答 EGFA這部分 我沒有聽到你講什麼東西 你能不能跟我們具體講一下 因為今天五口已經正式講了 正式講了 EGFA的項目最少是300 大於300 我們當然很希望了解 整個EGFA來講的話 這一次我想請陳主委 把這句話聽進去 EGFA這一次重頭戲指一 可以講重頭重的重頭 就是金融業 金融業能不能順利在早收名單裡面 這個對台灣的金融業的發展 來自於整個產業發展 太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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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句話我希望你要把它聽進去 所以我的問題就是 陳主委你要告訴我們 金融業會不會在裡面 是 這個剛剛那委員的提示 其實我們都深有同感 因為我自己也來自金融業 那所以我在歷史的報告裡面 講得很清楚 我們會兼顧這個審慎監禮的原則 然後呢 這一個來未金融業 爭取最有利的經營的條件 那當然這句話其實就是 白話 這句聽不懂 這句話直接的講話 我們當然希望說 金融業能夠列在早收名單裡面 蛤 這在金融業的立場 這個好一點點 但是也不是聽得很懂 我們也是全力爭取 我相信媒體小野先生跟我一樣 我們 你每一個字我們都聽懂 但是意思聽不懂 就是我 我要問的問題就是 吳葵已經講了 他已經差不多爆料了 名牌就講完了 就是會有什麼什麼什麼 乙話什麼 我也不記得了 對不對 實話好免耐相會有 什麼之類的 你要跟我們講一下 有點信心啊 對不對 你說當然細節我們可以不講 但是你要跟我們講 是不是幾乎確定 可以再一定會搞定 一定搞定 就是我們的可以去 他們可以來 然後呢 按照過去陳總講的 那種 那種相對家群的概念 可以這樣子 是不是搞定 我們努力爭取對我們有利的條件 那 這就是我們 目前在爭取的 那至於說 我想 細節我快要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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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其實 因為這個諮商的東西 齁 諮商的事情 不能拍胸脯的啦 好 我知道不能拍胸脯 沒有錯 但是 但是 現在假如 6月底已經簽 他這個簽的時候 當然要 包括你嘛 我能不能把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假如6月底可以簽 裡面一定有金融業 可以這樣講吧 或者我這樣講你不會反對吧 我不能拍胸脯 我拍胸脯 不是你拍胸脯啊 不不不 這個不是我的權限 這個 我不能在這邊做這樣的承諾 不行 但是幾乎可以啦 不不不 我們一定會去努力啦 一定會去努力 所以還是沒有 還是不敢確定 細節 細節再說 但是只要簽訂ECFA 一定有去農業 我們一定會全力努力 全力努力 那我們可以有 百分之九十的把握吧 你可以這樣講吧 這些 我都不能夠去做這樣子的說法 是 不能接受這樣的說法 還是 還是口風問題就對了齁 我們全力努力 全力努力 你要把 那個存款保險 撤下來 300萬 這一次的 歐洲的 五國的問題 債的問題 你要講說 跟上一次不一樣齁 上一次美國那個是 是 是次貸的東西 是個業務的東西 這是整個國債的問題 很嚴重 外面很多人都說 多麼嚴重多麼嚴重 這時候撤掉 撤掉 全額存款保險 沒有問題齁 我們昨天是提的是說 到目前為止 我們認為金融 金融的情勢齁 還算安定 國內經濟景氣的發展 也算是不錯 所以呢 是有在評估 是不是呢 到這個年底的時候 不再延 因為也考慮到 日本跟美國的情況 那 也配合他們這幾個國家的做法 但是 昨天有特別講過說 這個東西 這個事情呢 並沒有到最後定案 還沒有定案 對 只是目前的評估 只是在目前的評估 是在這個方向走 那所以同時 如果要這樣實施的話 一定有一些配套措施 那是不是一定要把存款 那個就是說 擔保的金額提升到三百萬 這個也沒有定案 這也都整個評估 因為畢竟這整個程序還要再進行 好 你請回 我們現在請薛董事長好不好 你請回 陳之外請回 市委員 這個 我就有一個小問題 這個我們薛董事長 上任之後 其實 老師講外界看不到 老外界批評你什麼的 其實我們對你努力 對你專業是肯定的 那麼績效 績效也不錯 我們看到外面一直來 一直來台灣投資 就是TDR 也做得不錯 謝謝 我就問一個很基本的BASIC的東西 去年的股力可以發多少 去年他們 上市公司 他們稅前的這個 盈餘大概是超過了這個 九千億 那麼但是經過繳稅之後 然後我們約略來推股的話 他能夠發的這個現金股力 大概是在八成五左右 大概七千億左右 我想會超過七千億 那我們的市值多少 我們的市值現在大概是二十兆 所以我們殖利率就是三點五左右 對 在世界排行怎麼樣 三點五 我可能是最高的 最高的 最高的 這句要拜託 媒體要比較大聲一下 殖利率三點五以上 全世界低能不換 這個IMD也不知道 IMD也不知道咧 不錯 這個我們有在講 這個要去捧摸一下去 去羅秀做一下 到處講 這個我們出去的時候 我們對那個業界 他們都很清楚 因為現在定存就一趴 你說投資台灣的股市平均是三天五 三天五去哪裡找 這麼好 去年最差最差金融風暴是多少 也有五千億吧 五千億 去年的話就是發五千億 去年五千億 今年七千億 最高收到一兆 台灣那些 倒是說 沒有辦法投資台灣都沒什麼問題 這個要對台灣 要更有信心 但是我一直好奇的 你都一直不願意講 就是你上一次跟我們說 TDR有一家國際級的大廠要來 還是不能講 那個我們通常不適合從交易所這方面來限定 就電子業了 電子業 各位可以期待的 有一家世界級的大廠 電子廠 然後要來台灣發行TDR 可以期待的 謝謝 謝謝各位